我从一个在家里躺在床上不能动 到我今年过年 我给我全家人做了一顿年夜饭 过了我所谓的一岁的生日 所以确实是感恩 来自南新的何彦 感谢治疗他的团队 让他宛如重生 四年前双脚出现麻无力 全身长满疹子 经过几番波折后 确诊为结结状多动脉炎 但看了两岸多家大型医院 症状都没有明显好转 浑身都不能动 身上长满了疹子 被子喷在身上就跟刺 就针扎的一样痛 脚落在地上 就跟抽筋一样的感觉 所以苦不开眼 感觉到人间地狱的感觉 在朋友推荐后 来到台北慈基医院 风湿免疫科陈振宏主任 结合过去多年的治疗经验 调整何小姐的用药 它主要是侵犯中型的血管 一些中型的动脉 或是小动脉的一个发炎 它也是免疫系统的问题 那我们使用的是 类固醇的脉冲 加这个生物质迹安挺乐的治疗 伤口慢慢愈合了 那神经学的表现 也慢慢有一些进展 经过半年的治疗 何小姐恢复行动能力 也能够打理自己的生活 除了感恩医疗团队 在医学方面的用心之外 更在医疗的过程中 感受到医疗团队 对患者的用心与爱 也感谢你们医院 有这么好的大夫 能让我们的患者 还有深的希望 大爱新闻黄线张震荣 太北新店报道